各位切換到我們簡報的第19頁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這個開發板的部分呢 因為它比較小 比較小 所以你可以看到 首先有沒有發現 電源 一個3.3 一個是叫VCC 這個就是5伏特的 所以它還是提供兩個電源 兩個電源 只是電壓都不是很高 再來 有沒有只剩一個GND 因為板子比較小 所以沒有太多空間 沒有太多空間 再來 各位應該會發現 有沒有一樣有這些數字 那麼有毛毛蟲的 就是我們講的類比的 可是其實有毛毛蟲這幾個 這幾個 實際上 跟這個燈是共用的 因為它上面已經把我們裝了一個 就是已經有加上一個三色的耳機燈 所以我們平常就比較不會用到這些角位 因為你用這些角位 那個燈也會亮 等於說他們是 連動的就對了 雖然不是說不能用 但是 這樣會連動 那再來右手邊有沒有發現有光明電阻 那你真的把它從盒子裡面拿出來 沒關係 你可以把它拿出來 沒關係 放在那個下面這裡 你打開之後應該在下面 對不對 在下面那一層 那貼的那個角位呢 在左右兩邊 貼的那個角位呢 在左右兩邊 貼的那個角位呢 在左右兩邊 所以 有沒有人你的貼紙有掉了 有嗎 因為這邊的是 我跟他們公司借的 也許有些有可能會掉了 那麼你看上面這一塊 這個就是三色的耳機燈 這個就是所謂的光明電阻 那他還有另外有一個 元件在哪裡 下面這裡 就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有個小小的按鈕 有沒有 接那個USB的地方 下面這裡有個小小的按鈕 這顆真的可以按 真的也可以按 所以他總共呢 也就是說 他說板子以外呢 他還幫我們加上了這三個元件 加上這三個元件 那 至於說怎麼初始化這個部分 因為各位就基本上 今天為什麼 我的 弄上去就能夠連線 所以我後面剛剛有請 儒雅 我告訴他隨便插嘛 為什麼 因為無線 無線IP分享器 這間教室應該都抓得到啊 好那那一台我已經設好了 所以 你們待會也是這樣 只要插電了 就能夠連線成功 可是今天如果你是回家 假設你有這個 這種設備之後 回家 要就是要做所謂的 初始化的動作 那這個你在網站上都可以找到 怎麼去做初始化 他都用影片教學 跟圖文的教學 寫的還蠻清楚的 重點就是說 要知道什麼 要知道你們自己 包括宿舍或學校 你的WiFi的 名稱跟密碼 但是 我知道 現在有很多學校 是那種 就是 連上去之後 還要再打 學校的 有沒有 學號跟那個 密碼 那一種就不行 就是他 他目前資源就是 一定要是直接就登錄那一種的 不能說 打開網頁再做第二次認證的 他目前是沒辦法 這個是 要稍微留意一下的 好那另外呢 你們打開之後 你們上面應該會有張紙 類似像我這個 你們到打開之後 會有這邊 會有兩個號碼 會有兩個號碼 有沒有 你們裡面有沒有一張紙 你們的是在板子後面有看到嗎 沒有 沒看到 有的 可能是在那一張紙上面 那有的是你 開發板翻過來 這後面就有 他有兩個號碼 看到這個的話呢 我們要用的是哪一個號碼知道嗎 下面這個 也就是 下面這個是你的 真正這個裝置的名稱 叫Device ID 我們要控制 城市要控制他 就找下面這個 那麼上面這個 是什麼時候用 因為這個 板子 你插上電之後 他就等同一個 無線分享器 因為他是一個WiFi 那你可以透過你的手機也好 透過你的Notebook 透過電腦 你可以 連線到 你會找到 有一台無線 那個 基地台 叫這個名稱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如果你是要做 所謂的初始化的時候才需要找第一個號碼 那麼平常沒事我們都是找下面這個 因為我要直接控制他了 所以除非你網路連補上才需要特別去找 設定 這樣有清楚了嗎 可以 所以這樣子應該各位對這個Smart的部分應該就比較了解了 那了解了之後呢 這個 剛剛有講的 他官方網站上其實有很多教學 你有空的話也可以再上去自學一下 絕大多數應該都做得出來 OK